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的主要新闻有 达拉喇嘛尊者表示 以宗教民意减少冲突的补救措施 是对世俗伦理的信念 达拉喇嘛尊者圆满结束对荷兰的访问行程 达拉喇嘛尊者在德国与诺贝尔奖得主讨论非暴力 藏人官员呼吁对中国的第三轮普遍定期审议中 提出西藏人权问题 第16届西藏人民议会第6次会议开幕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上周四 9月13日 西藏精神领袖达拉喇嘛尊者 访问了瑞典马尔摩大学 并在该校举办的瑞典援助组织 成立80周年的庆典会上 向与会人士发表了关于世俗论理的讲座 达拉喇嘛尊者在当天的座谈会上 感谢瑞典援助组织 为流亡藏人社区的发展提供巨大的支持 大多数西藏难民现在发展得非常成功 而且组织良好 尊者强调流亡藏人在过去60年中 取得了一项重大成功 那就是成功保留了西藏的传统文化 这种文化知识是从古印度拿兰陀传承中获得的 也是批判性分析知识的推动者 尊者还指出 今天的教育制度 未能将基本的人类价值观纳入其话语中 现代教育注重物质发展 对精神领域的发展不够重视 因此要创造一个富有同性性的世界 极为重要 当天达赖喇嘛尊者还在下塔的酒店里 接见了大约100名居住在斯坎的 纳维亚半岛的藏人 和大约60名支持西藏团体的成员 此外上周五9月14日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 结束对瑞典的访问后 抵达荷兰第二大城市路特丹 对该市进行了为期四天的访问 9月14日 在达赖喇嘛尊者抵达路特丹机场时 受到藏人行政中央 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代表 印度驻海牙大使馆官员 以及路特丹市各级政要 和知识西藏团体代表等的隆重迎接 此次是达赖喇嘛尊者 对荷兰的第八次访问 访问行程由阿姆斯特丹新教堂 达赖喇嘛基金会 和欧洲国际圣院西藏运动筹备 9月15日达赖喇嘛尊者出席了在阿姆斯特丹新教堂中 举办的一场关于佛陀本身故事展览会 其间尊者与现代科学家进行了对话 对拥有三千多年历史的古印度传统文化 及其对人类情感和思维运众的贡献表示钦佩 随后尊者谈到了现代科技发展机器人技术的问题 尊者表示机器非常重要 但机器不能控制自我 它们是由人类控制的 不仅是机器 我们的身体 心灵和情感 都有我们自己控制 尊者对此表示 现代技术特别有助于身体残疾人士 我很欣赏发明这项技术的专家 欧洲的医疗技术相对正在经历巨大苦难的 非洲和发达中国家而言是非常进步的 尊者还呼吁科学家 将人类共享的基本道德价值观 用于他们的专业理运 并敦促发展机器人技术的公司和专家 支持较贫困地区的人们 如非洲和其他许多受战争影响的国家 达拉玛尊者在结束演讲后 在奥后语体育馆内 出席了国际生眼西藏运动 成立30周年庆典活动 当天尊者还会见了来自比利时 荷兰 西班牙 法国 英国和奥地利等地的5000多名藏人 并向他们发表了演讲 荷兰西藏社区负责人 向达拉玛尊者提交了一份书面报告 并向尊者赠送了一个银制法轮 以表达对尊者的感激之情 9月17日 达拉玛尊者在路特丹阿侯仪体育馆内 向数万名隔接民众和信众 讲授了由隔西朗日堂巴所著的修行发送的妙法 18日 尊者会见了数名支持西藏的荷兰国会议员 随后前往德国继续进行访问行程 另外达拉玛尊者于本周三 9月19日 在德国赫森州达姆斯塔特市国会中心 与数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就非暴力才是正道 为主题进行了讨论 与会人士包括波兰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赖号王文萨 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成员 瑞贝卡约翰逊 以及德国联邦众议院副主席克劳迪亚·罗斯等 尊者在发言时指出 此类座谈会的举办本身 就显示世界有越来越多人 开始关注非暴力的重要之处 各界对和平的渴求 也是在逐步增加 因为大家认识到非暴力是瞬移实际的途径 首先人类的基本根性是慈悲 至拥有科学佐证 其次回顾在过去许多世纪中 国与国 祖群与祖群之间的战争暴力 根本没有带来任何正面的成果 而是不断制造着仇恨 尊者在讲话中还强调了财武的重要性 呼吁各方共同努力来推动全球型的财武运动 而且不仅要剪裁武器 也要将人们内心中的愤怒 嫉妒 仇恨等负面情绪剪裁掉 在当天的座谈会上 正在欧洲日雷瓦等地进行访问的 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新闻处秘书长夏尔林达真 就西藏人民的非暴力斗争进行了深入的介绍 此外 本周在瑞士日雷瓦召开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9届会议上 包括西藏和新疆在内的中国的人权状况 再度受到与会各国代表的关注 在会议期间 国际人权组织受威胁人民协会组织了一场主题为 《中国人权寻求解决方案》 西藏自治区案例和西藏人居住地区的圈外活动 活动主办方邀请了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 新闻处秘书长夏尔林达真和国际反对一切形式启示和 种族主义运动成员小松太介德 夏尔林达真女士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在即将来临的11月6日的联合国对中国的第三论 普遍定期审议中强调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 使近年藏人的人权得到改善 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消息 第16届西藏人民议会第6次会议 及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 2017年至2018年年度工作报告会议 于本周二9月18日 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召开 本次会议将对审计委员会提交的年度报告 进行审核 听取和审议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 2017年至2018年年度工作报告 以及针对西藏境内的严峻局势 和藏人行政中央的各项工作进行商议 西藏人民议会议长 堪布索南丹佩在会议开幕式讲话中 对西藏境内人权状况不断恶化 表示严重关切 并谴责中国当局公然侵犯 西藏境内的宗教自由 语言文化权利 以及人权等问题 并呼吁与会议员 在会议期间 实施求是地为改善 境内藏人的苦难 和平解决西藏问题 而提出建言 议长还提到了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 关于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宗教自由状况 年度报告 对习近平治理下的中国宗教信仰自由 和相关人权践踏 表示特别关注 议长表示 今天我再次呼吁中国政府 以达赖喇嘛尊者所倡导 藏人行政中央所秉持的 互惠互利的中间道路政策为基础 恢复藏中和谈 早日解决西藏问题 第16届西藏人民议会 第六次会议的第一天议程中 西藏人民议会 一致通过对自焚藏人的声援 对西藏的自由事业 献出宝贵生命的同胞及其家属 表示哀调和慰问的决议 对前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 格桑站堆 印度前总理阿塔尔·比哈里 瓦杰·帕伊 及美国参议员约翰·麦克恩 等的不幸历史制定决议 并举行了官方爱调 此次会议将于9月28日闭幕 观众朋友们 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 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我们下期节目的节目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